我們現在是在一個茶餐廳 其實台灣最近多了非常多很道地的茶餐廳 因為可能是很多的香港人來台灣開 對不對 老師你們高雄是不是也多了很多 很多啊 多了很多茶餐廳 我們那一棟大樓66戶現在有3戶是香港人 都是年輕的還是老的啊 舉家搬遷耶 我記得還有一個是醫生 對 其實台灣香港僑生本來就很多啊 對 所有的閨蜜就是香港僑生啊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個老師 他滿有趣的 他上個都跟我們講他是 來台灣 我是來台灣打工的港仔啦 他是香港人 然後移民澳洲 然後來台灣教書 這個老師人非常好 非常好 我應該好好表揚他 因為他打分數是80分起跳 而且是往上跳 80分起跳 而且是往上跳 他的課我們自己系上來搶不到 後來有一次我終於搶到他的課 我去修課 這老師滿厲害的 他上明清史 明朝 上下學期各3個學分上完 朱元璋還沒登機 他上清史 上下學期六個學分上完 奴婦哈治還在山海關外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大學嘛 教課其實很正常 但這是不對的行為 那教課很正常 就有一次我以為期中考我去上課 然後那老師 因為他都沒有去上課 我不知道他其實不用期中考 那天我去上課 那老師站在講台上 他很感慨 我一直覺得你們台灣的學生很奇怪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明明修我的課的人有80幾個 可是剛才我數了一下 只有23個來上課 但最神奇的不是這個 居然有50幾個人簽到 這個同學你不要再簽 你已經簽第三個了 但是老師秉齊著我佛齊悲 也不會跟你們計較啦